这是BFM财经所制作的财经股市 今天是有胜和瑜伽 为您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是 同时每一期都会有专业的分析师 给你深度解析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 小致股像走势 让你可以洞悉市场先机 是的 很高兴 又可以每个星期一来 跟大家聊聊市场的状况 尤其是美股超级财报周 上周结束了之后 科技巨头都交出了 他们第三季的成绩单 那么到底有几家欢喜 几家愁呢 我觉得最令人欢喜的 便是之前特斯拉公布财报后 真的是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而且这家公司也成功成为 41兆美元的明星股 是 也是这一次财报季的一大亮点 那再来有Netflix 就借着Squiz Game 完成了非常漂亮的翻身 而且通过这部剧 是狂赚了将近15亿美元的 那甚至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有说Netflix当初的制作成本 其实并没有很高 这一次给Netflix制造的这个价值 是翻了简直40亿倍 有40亿倍这么多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会开始在 甚至一个问题了 就是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说 美国的科技股 都是以FEM股为重头戏的 但是近期呢 从他们财报来看的表现 却好像没有那么令人感到理想 是 像是大家熟悉的Facebook 其实第三季的财报 好像都不如市场的预期 而且最近年轻的用户都大幅流失 再加上最近使服器当机 吹哨者指控散播仇恨的言论 看上去好像已经不是 我们所认识的Facebook了 而且我最近很多的朋友 他们已经真的很少用Facebook了 因为一打开Facebook 感觉就是在工作 很多的广告 然后很多的digital marketing 也是透过Facebook上面操作的 是 但是接下来呢Facebook 将会有一个跨空间维度的一个发展 然后我觉得是大家可以期待的 因为上周呢 看到Facebook也有正式官宣 将母公司更名为Meta 接下来他们要打造一个 元宇宙Metaverse 但是有胜确 不是那么的期待 而且甚至还有一点怀疑 到底他们可不可以办得到 对 我是觉得说 大家都期待说可能Facebook 未来的互联网 可能是那一种的虚拟空间 就大家可以在所谓的真的是AR VR的场景里面 拿来去做互动 但是其实VR跟AR 目前的应用的体验 其实还是非常糟糕的 还在初步实验的阶段 我是觉得说Facebook不如 好好的想想 现在用户的体验 在他们的脸书上 到底是怎么样 好不好 再来去考虑做 可能互联网比较创新的东西 也许是比较实际了 那个是比较长远的一个计划 是网络的事件 我觉得现在已经是来到一个转折点了 所以这个Metaverse将会是接下来 未来几十年的一个长远的发展 那再来呢 我通过这一次的财报季 我们也了解到说 苹果还有Amazon呢 是受到了供应链的一些问题影响 最新的业绩表现呢 是不如预期的 那从这些众多的科技股来看 好像就只有Microsoft的表现 稍微是比较有看头的 是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FAMG里面 FAMG里面 非常罕见的一个现象 因为过去超级财报周 其实这些公司都带给市场很多的惊喜 在第三季里面 却没有很多的亮点 而且最近好像也是发现到 他们好像面临了发展的一个瓶颈 需要一个新的领域去拓展 才能够突破瓶颈 这也是很多人在讨论的一个问题 这些公司 未来真的可以代表美国 真是全球科技啊 互联网的最新发展的代表吗 还是未来有可能会被其他的新秀所取代 上周我们大马KLCI呢 是已经出现五连跌的这个情况 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在上个星期五刚发布的 2022年财政预算案 到底有什么一些重要的讯息 或是亮点值得我们留意的 我觉得这一份财政预算案 给到我们的所谓的 哇哦不是惊喜 而是惊吓更多 甚至有一些人就觉得说 这个是不是劫富就贫啊 因为我们看到一些新的政策推行的 或许会对这个市场 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的 像是股票交易的硬化税率 就从原本的0.1%上调了一半 达到这个0.15%的 那接下来散户们 在交易股票的成本 会不会变得更高 这个也是大家要去探讨的问题 对对对 我也是看到这份财报之后 与其说 对于我觉得说 哇哦 我觉得更多可能是 哇靠 可能是跟这样的 景象的程度比较多 因为政府除了调高印花税之外 明年也会向高收入的企业 征收一次性的繁荣税 如果公司所赚取的 前1亿令吉的收入 税率维持在现有的24% 收入超过1亿令吉以上的话 则去支付33%的税款 这大概是调高了9个% 那这样的调整 到底会不会充气到 上市公司的盈利吗 是 那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要find out的一些重点了 马上邀请我们今天的分析师 iFast投资组合的助理经理 李志勇来到我们节目上进行点评 志勇你好 有改你好 有事你好 你好 那志勇想跟你特别请教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际好了 那上周澳洲的央行 及加拿大的央行 意外缩减买债 那加拿大和英国的央行 也是放出提前加息的讯号 所以都造成了全球的一个的恐慌 觉得说 全球的那个收水的动作 可能是要来了 你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个现象 展望这周 您认为美股能够持续上涨吗 关于到这个tip的问题 我们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从理论上来看 我们都知道 其实当我们在一个全球资金流 收紧的一个情况底下 股票市场的前景是会被影响的 这都是我们在理论上所明格道理 可是其实如果我们以过去的一些事件 那个时期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比如说我们拿美国的股市 来做一个例子的话 在过去我们来看的话 就算是美联储在收紧那个货币政策 或者是提高那个利息的一些时期里 其实美国股市并没有好像理论上所说的 会呈现一个下跌的状况 因为到头来 其实最主要的是看 该公司该领域整体的基本面 跟他们的那一个盈利 是否会真正的被影响到 但是有一点 其实投资者真的是要去注意的 就是投资者不能再以过往一年 或一年半的那一个股市表现去 对接受下来的那一个展望 有着一样的期待 比如说在过去的一年 投资于一些股票市场 比如说美股的话 过去的一年内 公司则是可以得到 二三十八仙的一个回酬 所以主要是因为 那个资金流动性非常的流畅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 我们看到一个block based recovery block based的一个improvement may come to that prices 可是接着下来 当货币政策被收紧的情况底下 我们很难再看到一个block based 一个price improvement 所以很多时候呢 投资者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必须要非常的selective 去pick那种基本面还是好的 然后前景还是比较好的一些公司 所以我觉得对于股票市场来看的话 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可是投资者并不能以一个 就是说我随便买 随便所谓起的一个展望了 是那我觉得投资者 也可以多关注一下 这个星期 因为美联储那里呢 就要进行这个政策会议了 所以通过这次会议呢 或许这个关于说在的时间表 更具体的一些细节会出来的 那上星期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苹果和Amazon发布了财报 那其中显示呢 这两家企业无论是在业绩的增速 或者是盈利的能力 都比预期来的还要差的 那这个财报发布之后呢 两家公司的市值加起来 是缩水超过2000亿美元的 我们是不是要关心一下 科技巨头公司 是不是已经开始承担不起 自己之前画下的这个大饼 那投资者是不是也应该 要开始深思高估值背后 是不是合理的这件事情 OK对 现阶段来看的话 以美国为首的这个科技领域呢 的确在估值上出现了 高估值的一个现象 然后现阶段来看的话 其实市场给予的这个期望呢 也是相对于比较的高 因为没忘记过去的一年了 科技领域毕竟它的确是受惠于 这个整个疫情的爆发 所以美国人都觉得 接着下来有更多的用户过后呢 整个科技领域会有一个 暴涨性的一个成长 可是别忘了一点 现在我们以现阶段来说了 全球的经济已经开始逐步开放 逐步复苏了 人流也开始回到了实体店 所以这一个或多或少 会给科技领域带来一些 稍微的影响 现阶段来看的话 高估值高期望 然后再加上一些供应链的 那个危机谁影响呢 的确在科技领域来说 接着下来这都是 他们所会面对的挑战 所以我们也不排除 接着下来在短期内 或许以美国为首的科技领域 会有一些稍微的调整 可是如果长期来看的话 科技领域的前景还是被看好的 是好的 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最近大家都在聊的一个话题 那就是Facebook的公司改名为Meta 那他们主要是要做 那个Metaverse嘛 就是中文来说 就是元宇宙的业务 是希望能够透过VR和AR的入口 来到去改变整个互联网的世界 可是也有很多人觉得说 他们是在转移着 可能投资者的一个焦点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了解嘛 第三次 Facebook他们的业绩表现不怎么好 尤其是年轻的用户都大幅的流失 这对Facebook来讲 致命性的一个冲击 因为它最大的一个看点 就是年轻的用户多嘛 那你认为说 这样的一个Metaverse 它是否是意味着Facebook的 新一轮的爆发的成长的周期呢 还是它只不过是一个的梦想 OK 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对于Facebook 就是它是一个色调平台嘛 在最近来看的话 色调平台的这个竞争 已经是逐步的提高了 而且对于科技公司而言 其实创新跟改变 才是他们真正能守着 公司高成长域的一个 最主要的因素 所以我们看完回去这一次面子书 他们所提到的这一次的转型 最主要是让公司的业务 扩张到色调平台以外 因为好像我们刚才所说的 他们不能只是守着在 色调平台的各个领域 因为他们必须要做出 更多的改变跟创新 才能守着在过去 他们所带出来的那个高成长 所以我们再看完回去 他们这一次所提到的 比如说一些VR 我想是AR的东西 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呢 还会是 看到有一点点的陌生 我们看回去近期来的一个数据 近期来AR跟VR 这过去几年 这个领域正在快速的增长 不仅仅只是在美国方面 其实在中国方面我们也看到 这个领域AR跟VR 他们都experience了一个 爆发性的一个增长 所以我们经常所说的都是 每个城中的那一个例子 都是由梦想开始的 所以面子出这一次的一个转型 所以对我而言 它可能就是他们成功故事的 第一个步伐 是这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 像是游森说他没有看过Ready Player One 他也觉得说 这个有一点像是在天方夜谭一样 是不是 你觉得很难去实现的 对大家就会有可能是期待期待 我们十年之后再评估 到底Facebook能不能做得到吧 对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Facebook能不能够完成 它画了另外一个大饼好了 那美国在上个月底 我们看到已经是刚新的 这一个比特币期货ETF发行 那这个ETF也成为了 全球规模最快突破10亿美元的基金 但是这个ETF很神奇 因为一开始 这一个交易量是爆炸式的增长 但是后来就一路高开低走了 热度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的兴盛 那么比特币这个ETF的市场风平 也是相当良机化的 不看好的就觉得说 完全是不值得一提的 那Jane你本身是怎么样看待 这个比特币的ETF 在投资市场的一个价值 这个会不会是 只是另外一个工具 来收割三户韭菜而已 OK 关于比特币呢 其实我们并不是真正的 那么看好整体的 这个投资工具 最主要的原因 其实我们看回去 刚才你所提到的 为什么比特币 或者是其他一些 不同类型的币 他们都在市场上会出现 一个市场风平两极的 一个现象 最主要是因为这些货币本身呢 它并没有任何的价值 可也没有基本面 可以让你去分析 所以这导致上 看好的人会觉得 它真的很好 然后不看好的人 觉得根本没有价值 怎样去说 它能长到怎样的一个价值 这些投资工具的时候呢 很多时候 投资者如果想要尝试的话 他们必须要 非常非常的谨慎 这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投资工具 它本身并没有真正 所谓的基本面 价值 你可以去做出任何的分析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 投资者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然后要做好 他们的资金的那个分配 不可能是把你绝大部分的 那个资金放入 这个一型的一个投资 好的 那了解完国外的整体趋势 市场的发展之后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国内的 那就是上周 大家都很关注的财政预算案 可是其实很多人 关注的一点是 这一次政府将 股票交易的印花税 从原本的0.1% 上调50% 到0.15% 那还有将200令吉的顶线废除 很多人都担心 这样的一个的调整 可能会影响到市场的情绪 马股在短期里面 恐怕将大受冲击 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的呢 这一次的这个印花税的调整 的确在我们来看 在市场的情绪上 一定会是有影响的 如果我们说不会有影响 那很可能是骗人的 影响一定会是有 只是说我们预算的是 那个冲击估计是不会太大 最主要的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这个调整 对于一些比较中型或小型的 那个投资者而言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最主要是影响着那些 大交易额的投资者 而我们从大交易额 投资者的那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只charge一个0.15% 我们所说的那个cost percentage 它的dotal investment 并不是太大 所以情绪上会有影响 实际上它的冲击估计不会太大 是因为我们也非常担心 想到说也是近期外资 才开始回流我们国内的市场 但是现在推出这个 印花税率的调整 会不会一时之间引发外资出逃 至不至于出现这样子的情况 这样子的情况是不至于 因为其实我们要看的话 在比如说我们在过去的一年来看的话 其实外资都是进卖出马股的 一直到几个月前 外资才逐步的流入马股 最主要原因是 其实马股在过去的那个大跌过后 已经是呈现出一个 比较有吸引力的估值 可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很不稳定 所以外资而言的话 如果你整体的那个政治不稳定 政策不稳定的话 外资其实是绝不会进入 就算你的估值极有吸引力的话 我们都不会进入 因为我不知道明天或后天 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的政策会这样的去改变 可是在过去几个月 当整体的政治稳定下来过后 我们看到外资逐步流入了马股 所以对外资而言 对虽然我们说那一个交易的费用会影响 可是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估值以及消易费用的话 我们觉得前者会是主导的资金方向的 最主要的因素 是好 另一方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政府也将在明年向高收入企业 征收一次性的繁荣税 那如果公司所赚取的 一亿令吉的收入税率 是维持在现有24% 但是如果是超过一亿令吉 那就需要支付33%的税款 那我们就大概是统计了一下 目前我国大概是有900多家的上市的公司 超过一亿令吉的公司 便有110多家左右 大概是有超过10% 这些公司其实不少也是在KLC里面 非常重要的成分股 那你是怎么去看待这一次性的繁荣税 可能会对哪一方面的板块造成冲击呢 其实我们看繁荣税的话 这一次财长在这个预算案里 并没有给予太多的资讯 所以如果我们以现有的资讯来看的话 就是说所有公司赚上一亿以上的 都会被征收这33%的这一个 我们所说的繁荣税 所以我们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对公司的那个盈利跟bottom 会有一定的影响 然后这个影响的程度会几大呢 是取决于公司的盈利 比如说我们知道那个trestall是一亿嘛 一亿以上的话就会被征收一个33% 所以我们说如果这个上市公司 他只赚取一个1.2或1.3亿的话 那么他的影响就不会太大 可能对他的那个盈利来看的话 会有一个2%到3%的这个影响 但是如果对于一个公司盈利 有10亿以上的一个公司来看的话 到头来的那个影响呢 稍微就会去到比较高一个 8到9%的一个盈利的影响 但是有点稍微一点点的安慰的是 这个税务会是一次性的 现阶段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一次性的 所以对公司的盈利影响 可能就是以明年2022年的 这个盈利会被影响了 所以影响的话一定会是有 所以那个影响的程度 是取决于公司的那个盈利 好的 那这会不会影响到我们马来西亚 在东南亚区域的竞争力 因为我们如果相比跟 其他区域国家的税率的话 我们看一下 其他的国家都是偏低的 我看到像是新加坡是17% 印尼是22% 邻国泰国 越南 柬埔寨 还有老挝那边都是20% 唯有我们是这么高的 对 这个如果我们从FDI的角度 就是说我们会不会影响这一些 FDI进来马来西亚的话呢 会有间接一点点的影响 也让可能一些企业 想到来到马来西亚发展 然后会考虑这一点 在税务方面上 他们是不是应该要给予 更高的那个税务 会影响着他们的决定 所以可是最主要的是 因为它是一次性的嘛 所以那个影响 稍微是会不会那么的大 那我们谈了这些 比较整理性的话题 那我们也是要了解一下 利多的消息好了 相信财政预算案 也是有很多的一些亮点 是觉得是不错的 那在您看来 这份的财政预算案 其实对马股的后世而言 有什么样的一些的亮点呢 OK 对整体而言 我们在这个预算案过后呢 我们觉得有几个领域 稍微是会算是比较利好的 比如说整体的消费领域 应该是会受惠于 这一财政预算案的 因为最主要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次的财政预算案呢 其实政府是比较专注于 人民方面 它对企业方面 带来的那个利好 并不是那么的明显 所以在消费领域方面呢 其实它可以受惠于 尤其是在底层B40的 这一群组里面 当他们的那一个 Disposable Income 跟他们的那个 Purchasing Power增加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群组 当他们没有 比如说我们所说的 他们没有100块的增长 在他的Disposable Income的时候 他们都会大部分的钱 都会用于开箱 所以这一个会受惠于 整体的那个消费领域 消费领域过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建筑跟房地产方面呢 也可能会受惠于 这一次的这一个财政预算案 只是说 它的那一个影响 或者是 因为比如说我们说 建筑来看的话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细节 被谈到 并没有太多的细节 被呈现出来 所以这一个 真正的那个 受惠的程度会有几大 还是一个位置数 只是说 整体来说的话 建筑跟房地产 都可能会受惠于 这一次的财政预算 是 那本来大家 万中期待的 这一份财政预算案 觉得说 可能是近期非常大的 一个市场的催化机 但是没有想到 就变成一个disappointment 从catalyst变成disappointment 那这一周 我们是不是可以展望 说我们的综合指数 基本上是看跌为主的 我觉得短期内 可能会有一个下跌的压力 尤其是我们在 那个繁荣税 那个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是那一个 运化税 那个方面 所以这两个因素 会是在 可能在 这个礼拜的前半段 会是主导的市场的 其中一个原因 其中一个因素 可能在过后 当市场开始消化过后 我们会看到 其实一些 比较属于 长期的数字 会开始进入市场 因为毕竟马股 现在你相对于 其他区域领域的话 马股的估值 还是算是比较 有吸引力的 好的 好 非常感谢 志佑你的分享 让我们都获益良多 我记得之前 在还没有公布 财政预算案的时候 其实市场那边 都盛传说 可能会征收 那个暴利税 还有资本利得税 但其实发布之后 它其实是在 我们极有的基础上 在做一点的调整 好像有一点是 变相了一个的暴利税 然后变相了一个 那个资本利得税 还有暴利税 这样的一个的感觉 虽然说 跟大家预期的 可能不太一样 因为前期我们的首相 可能给到我们 太大的一个希望 大家都期待 是什么样的一个 但是整体而言 我认为政府是已经 尽力而为了 以最大的力量 去想办法 同时救世 然后又维持 整体的市场活力 是 无论如何 到底这样的一个 财政预算案 到底能不能够凑效呢 唯有明年真正落实之后 我们再详细来 去看和评估 好 感谢志永宁 谢谢 谢谢 财经股市 是BFM财经 所制作的 全新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 每逢星期三 早上九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 和YouTube频道 同步live播出 你可以到各大 podcast平台 收听到本期的节目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欢迎follow 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 以及订阅我们的 YouTube频道 我们下周再见 BFM财经 BFM财经